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行政院理松党劳基法期休一规定,部分劳工团体明天,9日将聚集到行政院大门抗议,连劳动法学界太抖,现任劳动部法规会委员邱俊彦也说,要走上街头对恶法说不。 上报报道,文化大学法律系教授邱俊彦参与劳动法规修正已超过25年,明天是他第一次走上街头抗议,邱俊彦提到,全世界的劳动条件只有越修越好,没有往下调的,这次修法已踩到红线。 对于行政院这次修法,你将加班时数上线从46小时放宽到54小时,邱俊彦指出,加班时数不够才需要放宽,但是根据主计总处统计,有领到加班费的加班时数才14个小时,可见很多劳工加班根本领不到加班费,如今在提高加班时数上线,劳工只会做越久越辛苦。 邱俊彦叶认为,行政院若真心在乎劳工权益,修法内容应确保加班时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要给加班费,剩下三分之一才可选择补修,现在修法要片面增加每月8小时的加班上线,没有正当性。 据报道,团结工联号召全台工会劳工团体明早到行政院抗议,已收到超过千人报名。 团结工联秘书长黄玉德提到,医疗业劳工反弹声很大,如今在修法放宽,只会更侵害劳工权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